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君就是统领 安静是焦躁的统领 重是轻的根 那么我们来讲这个话题 重为轻根 这是我没有看到过谁 在文学史上 或者说在文学批评当中 提到这句话 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的描述了文学 而且对文学有特别大的启发 用这句话我们能够看懂 很多我们平常看不懂的东西 觉得很深奥的东西 这也是我自己多年的学习和实践 找到的一句很重要的话 那么我们来谈这句话 我们还是从最新发生的事情来谈起 我上次就跟大家讲了 我在写一个关于竹林七贤的一个历史小说 那么我建议大家呢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无论是你写历史小说 还是写现实的小说 不要坐在家里想 要到其实其地去 你坐在这里该想 想的话 有时候不择边际 或者深入不下去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有一件事情 有一个地方 特别吸引你了 那么你去以后 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前提是它真的特别吸引你 那么我在写这个竹林七贤的时候 起初就是被鸡康的人格 被鸡康的故事 被竹林七贤的风骨吸引了 我一点也不懂 我买来书来看 去当地去旅行 去找有识知识去询问拜访 逐渐地我发现了很多新的内容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发现了一个 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主题 上 到那里去找那里的人 尽一切的可能 去做这件事 就像圣经里面讲的 你们寻找就找到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前提是你们要去找 你们不能坐在家里 没有人给你们送来 也没有人给你们开门 要去敲门 问题就这么解 所以我不断地有新的发现 我就想告诉大家 其实文学跟宗教一样 简单的办法 最直接的办法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喜欢一个人 这个 是我们的一个 上研究生的时候 一个亲身经理 你喜欢一个人怎么办 不要绕弯子 直接地跟他说 你来 我们谈谈 就解决了 你绕那么多弯子 不知道绕到哪家去了 我跟大家讲一个 重为轻根啊 我用轻的方式来谈一个重的主题 我刚进人大的时候 我是国际关系学院的 我在国际关系学院 法语也没学好 学问也没做好 但是呢 也不知道怎么 可能离颐和园比较近吧 练就了一个自由的思想 人大缺水 你们在宿舍里养点鱼啊 或者干什么 人大缺水 我们原来国关靠颐和园 我就从国关 就来到了人大 我在人大 好多年一直不被认可 自己也不认可人大 但是现在这些年 我慢慢地成为了一个 名符其实的人大人 默默无闻地在这里工作劳动 谁要是说人大不好 自己人说不要紧 别人说我要跟他急 我现在是这样一个人 那我就讲我来人大的一个经历 我们刚到人大 在研究生宿舍里面 我一进来 我们宿舍有个山东的 有个北京的 有个东北的 对面宿舍还有个内蒙的 大家一来嘛 那个时候八十年代 都充满了梦想嘛 都怎么说 也不像现在这么开放 大家都那种春心蒙动的 宿舍的人就在讨论 哎呀 人大的笑话是谁 他们就在那平 我不知道 他们唏唏唏唏的 有一天我就回来了 我说你们在干嘛 哎呀 他们很神秘的一笑 我说嘛 有什么好男的呢 他说我们评出一个笑话 不得了 这个人呀 漂亮的不得了 怎么办呢 这个笑话 哎呀 大家就很激动 我说他谁呀 哎 他们说谁谁谁 叫什么名字 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你们等着 我就去了 我咚咚咚 我去跳门了 哎 我说你好 他说你好 他说你什么人 我说我住在学霸楼338 我们宿舍的人把你评成笑话 你来领奖 我们准备好了 他说真的 他就来了 嗯 那么简单 你绕 你绕到 你绕啊绕 绕啊绕 人家早就走 他们就觉得 这是离我们太遥远的一件事情 来了 来了 后来我一看不怎么样 后来我就先走了 这个是真事啊 后来他们谈得很 很热乎 哎 后来就是 我就觉得方式很简单 君子坦荡荡嘛 我又没有什么坏心眼 你平常 笑话 我想是吧 我也没有什么 就这么简单 你要是如果绕啊 调查啊 研究啊 分析啊 完了 就没了这个人 就是用 我就用一种轻的方式 来跟大家讲 凡事啊 要直奔阻地 你去了 你发现问题了 你克服困难 去解决它 克服困难 前提是什么 你不要被想象中的困难 挡住了 就像小孩有一个 有个游戏嘛 你们不信叫小朋友来做 或者你们自己来做 就是让一个人站在中间 一个空地中间 你们拿一圈椅子 把这个人围在当中 然后把这个人眼睛蒙上 转三圈 然后你们告诉他 这游戏规则 就是你们告诉这个人 说我们马上要抽掉 其中的一张椅子 看你有没有本事 从这个空隙当中走出来 但是这个游戏做的时候呢 把这个人眼睛蒙起来 实际上旁边的人 把所有的凳子都拿开了 但基本上没有人能走出来 因为他们被想象的椅子挡住了 理解吗 就是说实际上 你别怕走嘛 有椅子踢倒他 说不定你就走到那个空当中了 就是你有困难克服他 我那个时候去那个青藏高原 我突然有一个夏天 我就觉得我要 不去青藏高原 我就要死了 我就一定要去 我就去了 我就去了以后 我当时我什么准备也没有 真正什么准备也没有 我就跑到医院去 我说青藏高原那个地方去了 会不会死人呢 他说 我说什么情况下会死人 医生说 你有没有心脏病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心脏病 他说要有心脏病就会死人 我说要有心脏病吃什么呢 他说吃素效救星丸 我说你给我来两瓶 素效救星丸嘛 我拿了两瓶素效救星丸 我就去了 我说反正不死就行了 我当时就去了 我的意思是说 去了 有什么困难 克服困难 不要被想象当中的困难 有那个地方 这个那个都是想象当中 要把困难变得具体 把困难变得具体 好 我现在就跟大家讲 这个众为亲恩的道理 我很想做一件事情 我刚才讲竹林气贤 是为了我告诉大家 我再完成一个 我自己认为我的使命 所以我腾不出功夫来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 也是从 还是老板块 明前查开始做 我们最新的 我个人最新的 关于文学的体会 最新的关于文学的体会 就是我很想写一个题目 叫玉树临风 玉树临风啊 这个词汉语里面很美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一本书 叫玉树临风 他里面说的玉树 是个双关语 既是一个玉树 就是精神当中美好的地方 也是现在发生地震的地方 大家知道那儿死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 发生了很重要的 很重大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这个年代 我告诉大家 我们损失了很大的 就文学上来讲 很大的题材和精神上的财富 或者说历史 我们这个年代 不幸地成为一个新闻的时代 我不是说新闻不重要 凡事不能只是从新闻的角度来报道 新闻 我听到一个朋友讲 新闻 他们一个电视台的领导 给新闻做了一个精辟的评语 新闻就是尖叫 什么叫尖叫 就是引人注意的事 就是让人觉得快来看 也就是说你正常讲话 没有人听 那怎么办 王家领煤矿 我们上堂课还在这里讲 是吧 没了 过去了 谁来关心那个煤矿深处 真正发生的事情 谁来关心那些人的 家庭的悲欢离合 死的那些人 谁来关心 新闻记者 他没有这个责任 他说我们报道完 我们走了 文学 需要有一个做文学工作的人 就在那里 记录那里的一切 或者虚构 或者记事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真正的记录了人心 理解吗 人心里的感受 永远都不会过时 如果它是真实的 如果它是可歌可泣的 它永远都不会过时 但前提是什么 我们不能蜻蜓点水 要深入下去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上次在上学期的课堂上 我也想到一个很好的题目 我说你们谁做 我感谢你们 我这里没有版权 我让大家来做 什么题目呢 我在电视上 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年啊 这个日本战 就中日战争啊 抗日战争的后期啊 日本人在东北啊 扔下了很多孤儿 大家知道 日本人逃跑了 投降的时候 扔下了很多孤儿 很多就扔在火车站 就有一些 刚刚饱受了离日本人的这个铁蹄的践踏之苦的 被日本人这个烧杀掠抢的一些中国的母亲 把这些孤儿收养了 有男孩有女孩 养大了以后 这些人都是日本人的长相 日本人的血统 一口东北话 一口东北话 然后他们就回国了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日本人 这样那样的原因 他们就回国了 就拍这些遗孤回到了东北 见到他们 养他们的母亲 那些妈妈也不会 讲什么豪言壮语 就是小孩挺可怜的 我们就把他养大了 自己没得吃仙境这些小孩吃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的题材 我们要做一个文学作品 一定要有个重的根 大家看看广岛之恋 大家看看情人 我们上次讲到过这个故事 他为什么写得好 不是这个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 他聪明 他有灵气 但是任何聪明有灵气的人 经不住 架不住 创造力胡乱的闯荡 理解吗 你有想象力好啊 你有才能好啊 但是你光凭才能 光凭想象力 这就叫胡乱的闯荡 就好像一条河 你流到荒野里去 你再澎湃 再蜿蜒 没用啊 干枯了 你真的需要 流到山谷里面 汲取溪流 汲取雨水 汲水 汲取各个地方的支流 你才能汇成一条大河 理解吗 要汲取源头 你要找到源头 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人 就是这样的 他必须要找到自己 创造的源头 那么我为什么刚才讲 这个 这个 日本遗孤这个故事 你想想看 我们不用 我们控诉这个日本人的罪行 有很多方法 但是我认为 这个方法没有人找到 什么方法 我不要控诉日本人的罪行 我只说 这个妈妈 如何含辛茹苦 养大了这个孩子 这一切都在里面了 大家理解吧 一个母亲养孩子不稀奇 可是一个中国人 她的丈夫 她的儿子 或者周围的人的丈夫儿子 都被日本人杀光了 当奴隶了 到矿井里面被埋了 被屠杀了 但是她 把日本人逃跑的时候 丢下的孩子 养大了 这是什么概念 这一个故事我认为 就相当于一场战争 而且一场注定中国人 胜利的战争 我们不需要 不是不需要 怎么讲 我就觉得 我们在数字上 争论的很厉害 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 三十万还是十五万 还是二十万 还是五万 数字我认为 他死五万 他死十万 三十万 性质是一样的 数字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人心 文学关注的 不是统计学的数字 不是统计学的数字 文学关注的是 分量 分量 一个母亲养了这个孩子 好多啊 日本一姑 但是我很遗憾的是 这么多写电视剧的枪手 没有哪个把这个作为电视剧来写 没有哪个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写 我人单事故 我忙不过来 我告诉大家 随便谁写 怎么写 怎么有 不需要任何文字水平 不需要任何别的 只需要你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你就成功了 就是个大作品 文学就是这样 主题正确了 前提是什么 你要有这个眼光 你要有这个眼光 你有这个眼光 你发现这个题材 特别重要 你发现了这个题材 你就不能三心二意 我发现了很多好的题材 我上学期告诉同学 也没人写 我希望将来有人写这个题材 我今天又告诉大家一个题材 叫玉树临风 你们谁写 我赠送给你们这个题目 就是你们的原创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青海 因为我去过青海 这个地震啊 我去过的地方 发生地震 我心里面非常痛心 因为这些地方 没准有我的朋友 有我认识的人 那么你到这个地方 我告诉大家 这本书怎么写 我没有精力做这个事 因为我现在 对竹林七弦要有个交代 我不能三心二意 我告诉大家怎么写 一个人一个背包 一支笔 一个笔记本 够了 什么条件都不一样 就去 去了以后 你就看 你就观察 你参与救援 但是 你不要简单地 从新闻来报道 不要关注那些离奇的 要关注那些感人的 要深入下去 什么意思 比如说两个家庭 或者只是一个家庭 你把这个家庭 从现存的生存状态 地震之前地震之后 到他们的祖先 到他们的 从前的生活习惯 一切的一切 包括当地的地名的由来 玉树 为什么叫玉树 所有的这个玉树 地底下埋的什么 曾经有哪些人 在这里生活 这个叫什么 节骨镇 所有节骨镇的 一切的来龙去脉 把它记录下来 就像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 到现在 汶川 不是新闻了 大家已经离开汶川了 大家的关心 大家的思维 已经离开汶川了 可是呢 关于汶川的 真正的 怎么说 有灵魂的作品 我没有看到 当时 这个 汶川地震的时候 有出版社的朋友 跟我打电话 王老师啊 我们看过你 写三峡的作品 你能不能去一趟汶川 写一下 半个月之后 给我们稿子 我说我不是 这种写作方法 我三峡 我写了十年 整整十年 三峡的作品 你半个月 你只能写新闻 只能写新闻 不要三星二亿 你瞄准一个主题 做它十年 你必然写出一部 像Hard Times 像那个 艰难时事 像萌芽这样的作品 以十年为计算 你写玉树临风 别人都走了 地震之后 一年以后 五年以后 玉树又怎么样 你把它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 我去过意大利的庞贝古城 我知道一个地方 发生了自然灾害以后 一千年以后 人们都不会忘记它 都不会忘记这个地方 就像圣经里面记了 突然海水分开了 突然灾难来了 是什么 是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值得记录的 人们关注那个 大自然发生 突变的时候 人的命运 这个是可以载入史册 所以玉树临风 本身这个题目非常优美 文学上是成立 我现在在跟大家讲的是文学 文学创作有两种 一种是英文叫Fiction 还有一种叫Non-Fiction 是吧 就是虚构和非虚构 那么我觉得 现在人们一讲虚构 就是文学 一讲非虚构 就是新闻 错 文学也可以非虚构 这一点 我觉得被大家 被我们忽略了 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词 叫报告文学 报告就不是文学 文学就不报告 你写新闻就是新闻 写文学就是文学 不存在一个东西 叫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就是 不伦不类 我们可以用完全真实的方式 来写文学作品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白地成 白地成 我这本书 是 因为 因为汉语白地两个字很漂亮 我写玉树临风 我送给你们这个题目 是因为玉树两个字 在汉语里特别棒 大家知道吧 你有些字像汶川两个字 特别棒 有些字在汉语里 没有那么 有吸引力 是吧 没有那么吸引力 这个 就像白地成 我受到两个启发 一个就是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成 奥古斯丁写过 古罗马的神学家 写过一本书叫 上帝之成 是一个神学著作 关于信仰 我也是一直在思考 中国人的信仰 那么上帝之成 在中国人这里 就是白地 白地有很多意思 在历史上 有公孙树造反 在白地成 踏马为成 有刘备托姑 在白地成 白地还是指 白牡丹 白荷花 白芙蓉 在《红楼梦》里面的白地 各种各样的意思在里头 所以我写了一个白地成 我这个白地成的 具体的写法 我参照了一本书 我在这里隆重推荐给大家 就是亚索尔尔尼琴的 古拉格群岛 这是一个1972年 大概诺贝尔奖获得者 古拉格群岛 这古拉格群岛 是叫做亚索尔尔尼琴 索尔尔尼琴 这个普京啊 他去世的时候 普京还主持他的追悼仪式 参加他的葬礼 这是俄罗斯民族的教 就不久前去世 这个人写了一本古拉格群岛 对我震撼很强烈 这古拉格群岛 说的是什么事呢 就讲在前苏联的劳改营里面 现在不是由卡廷事件 被这个揭露出来 顺便说一句这个卡廷事件 我的父亲一辈子 写卡廷事件的文章 翻译卡廷事件的 一些学术文章 一辈子也没发表 一直到波兰总统的 非西逝世以前 他还在问呢 你能不能找一个杂志 给我把这个文章发一发 好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卡廷事件了 是通过新闻媒体 也就是说 一个做历史的工作的人 一个做文学工作的人 耿耿于怀一些话题 一些怎么说 一些敏感的神经 要去拨动它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和历史 为什么我后来在想 我可能血液当中 受到我父亲的遗传 就是说 什么东西 历史的那个神经 什么最痛 我就冲着什么去 什么最难 因为卡廷事件 是历史上一个灾难性的大事件 可是呢 因为政治原因 谁都不许提 现在终于可以提了 所以我父亲一辈子 就想做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很难 因为很重要 他就想做 像我后来我发现 我做的事情 跟我父亲当年 做卡廷事件是一样的 我拼命想做三峡 三峡牵涉了一个禁忌的话题 可是我又拼命想做什么事 好像我想做的 都是困难重重 换句话说 不是困难重重的 不敏感的事情 做的也没有意义 倒不是说为了敏感而敏感 而是说 那个东西对人类的思想 进步有意义 有启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